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在家居风水中,家居的摆放对风水的影响甚大 而衣柜是衣服的避风港,也是家居中最高最大的家居 我们往往有时只专注于户型以及卧室的整体风水 却忽略了衣柜的风水问题 但其实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说 衣柜也象征着家宅的财库,其摆放尤为重要 关系着家人的健康与财运 今天大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家中的衣柜风水 千万不可轻视 1.衣柜的选择 1.衣柜的颜色 明亮的牺牲空间,才能给人带来好心情 卧室衣柜的选择和布局,可以根据卧室的朝向方位而定 假如卧室门窗朝北,采光和透风较差 最好选用浅色系的衣柜 假如卧室采光透风很好 衣柜色调上则没有过多讲究 但是最好不要选择表面镶嵌太多反光金属和玻璃的衣柜 衣柜最好采用冷暖示意 中性或者淡雅的颜色 不能采用红、蓝等原色 否则会对人的心身健康有所影响 而且衣柜最忌讳的是黑色和白色 黑色给人压抑的感觉 只可以作为点缀色 白色有过境之一 影响人的财运 二 衣柜的大小 在传统风水学中就有 大山配大名堂 小山配小名堂的说法 意思就是风水讲究阴阳协调和平衡 因此衣柜的选择应该根据卧室大小而定 卧室小 那么衣柜也不易过大 卧室大 衣柜也不易过小 三 衣柜门材质选择 卧室衣柜的柜门 最好不用使用反光的镜面玻璃材料 因为在风水学中镜子具有反射的功效 容易将煞和灼气反射到主人身上 不利于运势 而且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讲 因为镜面有反光的作用 容易引起心理恐慌和不安 影响睡眠质量 而且衣柜不易带有穿衣镜 因为卧室本来就小 如果衣柜带有镜子的话 则容易导致镜子正对床铺 或者是正对门等现象 而在风水学中 镜子有反射之功 反射煞气 如果镜子正对人 则容易将煞气反射到人身上 影响人的运势 四 衣柜的形状既有尖角 对家具风水有了解的朋友 在选择衣柜的时候 外部轮廓往往会倾向于 圆或者是椭圆形 也就是必须根据墙壁外形 做成方形的家具 也会选择圆形形状 避免出现尖角和棱角 这里面的原因 一个是看着不美观 显得非常突兀 另外一个关键原因就是 与家具的风水不合 容易出现棱角煞 导致破财花销 个人运势下降 甚至导致身体健康不好的问题 二 衣柜的摆放 衣柜不可正对着床铺 卧室衣柜不能够正对着床铺摆放 如果卧室衣柜放在床角处 正对着床头 大家都知道 衣柜一般是比较巨大的 并且普遍的比较高 所以这种摆放方式 很容易让人感受到 衣柜带给人的压力 并且长方形的衣柜 犹如墓碑一样 立在床尾 也会给卧室带来不好的影响 二 衣柜不可摆放在梳妆台的右边 如果卧室中也有梳妆台的话 那么切记不能够把衣柜放在梳妆台的右边 因为风水上讲究可青龙高万丈 不可白虎乱抬头 而青龙位就是在左边 所以像是衣柜这样的大家具 就要左边 如果反向放置的话 那么导致家中的白虎位太过强盛 会出现夫妻关系中 女性过于霸道专制的情况 并且凶猛的白虎也会给家人带来意外 三 衣柜摆放不可靠窗 不管是家中的物质有多小 小编都提醒大家 不要将衣柜摆放在靠窗户的位置上 更不能让衣柜堵堵住窗户 因为窗户是卧室与外界唯一的换气口 也是阳气进入会界排出的地方 所以如果将窗户堵住 会导致卧室中的阳气叫盛 不利于人体的健康 不但会让人变得懒散 还会变得抑制消沉 此外 靠近窗口出也会加快衣柜的损耗速度 四 摆胸位不摆脊位 衣柜一般来说 不要摆放在脊位上 与书房中的衣柜类似 大件的木质家具具有很好的震恶作用 所以摆放的胸位上 正好可以消除卧室中的煞气 进而改善卧室中的风水 而像我们经常使用的床铺 或者是书桌 书装台等 只要摆放在脊位上 这样人们就可以经常沾到脊位的好运 五 衣柜不易离床太近 卧室衣柜摆放应该离床有一定的距离 在生活角度出发 便于卧室行走 空气的流畅 从风水角度上说 利于牺牲者起居虎口 上下床时避免碰磕 床里的上空 不易存在带有压迫感的物品 这样在床上休息的人 才能够身心愉悦 六 易放在青龙位 在风水学中 我们常常会听到 左青龙右白虎 青龙位为羊 代表着祥位 而白虎位为鹰 代表着胸上 所以青龙高于白虎则为己 而衣柜是比较高大的家具 放在睡床的左侧 及青龙位 才可以使家中人丁兴旺 财运横通 事业平步轻云 反之则容易给居住者 带来灾祸或不及 七 一摆放到座山峰 在风水学中常说 前低后高 代代英豪 前高后低 长幼昏迷 而衣柜属于高大的家具 最好将其摆放在卧室的后侧 接入户门的反方向 这样才能够使得整个卧室 属于前低后高的布局 才会利于家人的事业和财运发展 否则就会造成家中子女忤逆 不听从父母的管教 八 不易摆放于卫生间旁 衣柜适合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 而且衣柜是人们放置衣服所用的 而卫生间在风水学中是污秽之地 如果衣柜放置在卫生间旁 则容易影响房屋主人的运势 还容易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风湿关节炎 心脑血管疾病等等 而且衣柜放置在卫生间旁边 衣柜容易潮湿 有可能出现霉烂现象 不利于健康 九 衣柜 至于墙角风水最好 卧室衣柜的选择和布局 可以根据卧室的朝向方位而定 保障卧室拥有充足的采光和透风效果 而且在风水学中 凡是讲究有靠深 衣柜的摆放同样如此 所以衣柜适合摆放在卧室的墙角处 依强而立 如果将其摆放在窗户或者是卧室门旁边 衣柜很容易遮挡光线 显得卧室十分阴暗 三 衣柜的使用禁忌 一 衣柜里忌讳摆放救赎 对于大衣柜而言 最忌讳的就是里面摆放救赎 由于衣柜面积不大 往往导致透风不好 假如里面杂乱武装 长期如此就会产生 阴湿之气 影响卧室里空气畅通流畅 进而影响主人的心情和身体健康 甚至影响主人理性的思考能力 二 机里面摆吉祥物 很多人都会给家中摆放一些 招财吉祥物 如皮修 聚宝盆 金铲等 这些吉祥物可以提升家宅风水 使得家人财运上升 获得滚滚财源 不过也要注意 这些物品万万不能摆放在衣柜内 因为衣柜内的衣服上 多多少少都会沾染一些不洁之气 这样就会侵扰到吉祥物 使其难以发挥提升运势的作用 有时甚至还会起到反作用 三 进上方堆积杂物 有些人会因为家中的空间较小 将所有能够利用到的小路 都会物尽其用 在衣柜上面也会堆积过多杂物 而在风水学商认为 财库激压 这种做法很容易使得家中破财严重 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家中财富增长困难 家人难以富裕 另外也不可将衣柜摆放至横梁下方 如此也会对家中财运造成相同的影响 一里面装满衣物 上面说过 在风水学上 衣柜也象征着家中的财库 而财库亦满不亦空 所以万万不可将衣柜闲置 使里面空空如也 这样只会不利家人的财运长时间下去 容易导致家人钱财消耗过多 手头不宽裕 难以存储财富 因此只有给衣柜内部装满衣物 才能够使得家宅财富聚集 家人不用为吃穿而发愁 大佬最后提醒大家 如果衣柜 隔层比较多 可以使用具有收纳功能的箱子 来做物理隔断 衣柜的最上层 可以直接排列包包 材质大小和使用频率 相近的包包组合套在一起 然后再放进防尘袋 衣柜中部 或者衣柜门后 可以利用悬挂式收纳盒 带箱来收纳衣物 平时也需要定期 对衣橱进行收拾清理 以达到旺财的效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你时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